Om Shanti 2014年12月11号 阿普萨达的末里 提药 甜蜜的孩子们 我们现在正在学习 从不纯洁变得纯洁 我们必须要学习这个 同时也教其他人 提问 由于有哪种知识 世界上的人们 仍然在无知的黑暗当中呢 回答 玛雅的知识 通过它毁灭大圣 人们去月球上 他们有很多那些知识 但是他们没有新世界和旧世界的知识 他们全都在无知的黑暗当中 没有知识的第三只眼睛 所以他们都是盲人 你们现在被给予了知识的第三只眼睛 你们充满知识的孩子们知道 在他们的头脑当中 只有毁灭的想法 只想到毁灭 然而在你们心智当中 你们一直有建设的思想 Om Shanti 父亲通过这个身体解释 这一位被称为一个人 在这一位里面 有一个灵魂 而且我来就坐在他里面 首先这应该被变得很坚定 这一位被称为Data 你们孩子们应该 很坚定的有这样的信念 你们必须带着这样的信念 琢磨知识 父亲他亲自的说 我进入这一位的身体 当他在他很多事的 最后一事的时候 我进入了这个身体 这已经给你们孩子们解释过了 这是最崇高的凡歌知识 是所有经典之珠宝 Shenmata意味着崇高的教导 最崇高的教导 是唯一的神给予的 而通过跟随他的崇高教导 你们成为神人 父亲亲自的说 通过跟随腐败的教导 腐败的指引 当你们变得不纯洁的时候 我就来 父亲来把罪恶的人 变成毫无罪恶的神人 新时代的神人 仍然是人 但是他们有神性的美德 在铁时代的每个人 现在都有模样的痕迹 整个世界是一个人的世界 但是在这里你们有神性的心智 然而他们有模样的心智 在这里你们有知识 而在那里他们有的是膜拜 知识与膜拜是分开不同的 有很多膜拜的书籍 但是只有一本知识的书籍 只可能有一本知识海洋的书籍 建立一个宗教信仰的每一个其他人 只有一本书 它被称为他们的宗教书籍 第一本 第一个宗教信仰的书籍是梵歌 第一个宗教是原本永恒的神人宗教信仰 不是印度教 咱们想印度教是通过梵歌而被建立的 而且魁士纳给予了梵歌的知识 那他什么时候给予的这个知识呢 他们会说从时间一开始的时候 神Sheva讲的这些话语 在任何其他经典里没有提到过 你们现在明白 正是通过父亲现在教我们的这个梵歌的知识 人成为神人 这被称为巴洛特古老的黄造瑜伽 正是这个梵歌被提到 信誉是最大的敌人 正是那个敌人打败你 父亲能够使你征服那些罪恶 而因此征服世界并成为世界的主人 无限的父亲 无限的父亲坐在这并通过这一位解释 他是所有灵魂们的父亲 然而这一位是所有人的无限的父亲 他的名字是人类知父Brahma 当你问到Brahma的父亲的名字 人们就变得困惑 当你问人们Brahma父亲的名字时 他们就变得困惑 Brahma Vishnu Shankar一定有一位父亲 Brahma Vishnu和 Shankar作为神人 被显示在经济区域 Shiva被显示在他们上面 你们孩子们知道 灵魂们 Shiva的孩子们 接受了身体 然而他一直都保持是 非实体的至尊父亲 至尊灵魂 灵魂通过身体说 至尊父亲 这是这样容易理解的方面 这被称为 Alpha和Beta的学习 谁正在教你呢 谁给予凡哥的知识呢 Krishna不能被称为神 因为他是一个有身体的人 Krishna有一顶皇冠 然而Shiva是非实体的 而且没有皇冠等等 只有他是知识的海洋 爸爸是种子 是活的生命 你们也是活的生命 你们知道这棵树的 开始中间和结束 所有这一切 虽然你不是花匠 你能够明白 种子如何被种下 而树如何 通过它们而生长出来 那些是无生命的 然而那一位是有生命的 灵魂被说成是有生命的 是活的 只有你们灵魂们 有这些知识 其他灵魂不可能有这些知识 所以父亲是人类世界之术的 有生命的 有生命的种子 这是有生命的创造物 所有那些种子都是无生命的 无生命的种子 它们不可能有任何知识 那一位是活的 有生命的种子 他拥有整个世界的知识 他有整棵树的创造滋养 他有整棵树的创造滋养 及毁灭的知识 新的树如何出现 这是不为人知的 父亲以一种不为人所知的方式来 同时也以不为人所知的方式 给你们这些知识 你们知道树苗现在被种下了 目前每个人都已经变得不纯洁了 那么谁作为这棵树的第一片叶子而出现呢 灰狮呢 是金时代的第一片叶子 Lakshmi和Naraya不会被称为那个 一片新叶子很小 然后它生长 所以有对这个有生命的种子的很多的赞美 其他叶子也出现 但是他们的赞美逐渐的减少 我们现在正在成为神人 主要的事情就是 我们必须吸收神性的美德 我们必须要变得像他们一样 也有他们的偶像 如果这些偶像不存在 那这些知识如何保留在你心智里呢 这些图片都是非常有用处的 在膜拜道路上 这些图片被膜拜 当然在知识的道路上 你们通过这些图片而获得 你如何变得像他们一样的知识 在膜拜道路上 你们从不会想 你必须变得像他们一样 在膜拜道路上 这么多的庙宇被建造 最大的庙宇是给谁建造的呢 他们一定会是 Shibaba的庙宇 然后在他之后 他们会是他的创造物 最先的创造物 最先的创造物是 Lakshmi和Naraya 在Shibaba之后 他们受到最多的膜拜 给予知识的你们母亲们 不被膜拜 你们正在学习 正是因为你们学习 你们现在不被膜拜 是当你结束了学习 而不需要这个教育的时候 然后 这个就会 然后 当你们结束了学习 而且不需要这些教育的时候 然后你们受到膜拜 你们现在正在成为神人 父亲不会来到金时代教你们 这样的一种教育 在那是不存在的 这个学习就是为了 使得不纯洁的人 成为纯洁的 你们知道 使得你们变得像他们一样的 那一位 首先被膜拜 然后 你们依次不同的 被膜拜 然后 由于你们下降 你们甚至开始 膜拜五个元素 膜拜五个元素 意味着膜拜 不纯洁的身体 你们心智当中 有这样的知识 Lakshmi和Naraya 他的王国 曾经遍布整个世界 这些神人如何 或是什么时候 获得他们王国的呢 没有人知道这个 咱们说十万年 任何十万年的事情 不可能 待在任魂的心智里 所以他们说 它是从时间 一开始的时候 就持续 你们现在明白 属于神人 宗教信仰的很多灵魂 已经改变信仰 到其他宗教去了 那些 住在巴洛特的 称他们自己 称他们自己是 运度徒 因为一旦 他们变得不纯洁 称他们自己是神人 这感觉是不正确的 但是人们 没有任何 这些知识 他们给予自己 甚至比那些神人们 更高的头衔 虽然他们膜拜 学人们的偶像 并且对他们聚功 他们并没有认为 自己是不纯洁的 特别是在巴洛特 他们如此多的 敬重 库玛瑞 那些女儿们 他们并不对 库玛去聚功 他们对 女性 比对男性 更多的敬重 因为母亲们 在这个时间 首先被给予了 知识的甘露 父亲进入了这一位 你们也明白 这位伯母爸爸 它是大的 知识的河流 它是知识的河流 而它 也是 很安静的 虎玛瑞 菩萨河是 很长的河流 而且它融入 在加尔科达的海洋里 梅拉 就是 敌会 在那里发生 但是 他们并不知道 这是 至尊 灵魂 与所有 灵魂们的 相会 那个河水 被称为 是 Parmaputra 因为他们称 元素是神 他们认为 Parmaputra河 是 纯洁的 事实上 恒河 不能够 是 成化者 在这儿的 这个相会 是海洋 与 Brahma 这条河 的相会 父亲说 通过他 这个 收养 发生的 这一位 他不是 一个 女性 这些是 非常深奥的 你们必须 要理解的 然后 他们就会 消失 在之后 基于 这些事情 人们 创造 经典 在一开始 他们是 手写的 这些经典 以后 他们 印很大的 书籍 他们没有 任何的 繁语 这是 非常 容易的 事情 我通过 这一位 教你们 王道 瑜伽 然后 这个世界 会被 毁灭 而 所有那些 经典 也不会 保留下来 那些 经典 会在 膜拜 道路上 再次 被创造 出来 人们 想 经典 从 时间 一开始 的时候 就一直 延续 那被称为 无知的 黑暗 爸爸 现在 教你们 孩子们 由此 你们 进入 光明 在 金 时代 每个人 都属于 纯洁的 家庭 道路 在 铁 时代 他们属于 不纯洁的 家庭 道路 这也是 依照 戏剧的 再 以后 也有 无知 也有 隔离的 道路 这被称为 是 放弃的 隐世 修行者的 宗教 信仰 因为他们 去住在 森林里 那是 有限的 放弃 他们 仍然是 住在 这个旧世界 你们 现在 即将去 新世界 你们 通过 父亲 获得了 知识的 第三只 眼睛 所以 你们成为 充满 知识的 不可能 有比这个 更伟大的 知识了 那些是 Maya的 知识 通过它 毁灭 发生 那些人 去 月球上 去做 研究 对你们来讲 那并不是 什么 新鲜的 事情 那一切 都是Maya的 浮华 他们显示 很多 并且 很多的 去显示 一些 奇迹 由于 显示 很大的 奇迹 他们在 制造 损失 在他们的 头脑当中 只想着 毁灭 就看一看 他们不断的 制造 些什么 这些 制造 这些 东西的 他们 知道 通过 这些 东西 会 世界 就会被 毁灭 他们不断的 测试 一切 有人说 当 两只猫 打仗的时候 第三者 吃到了 黄油 这故事 很短 但是 戏剧 是 非常 长的 他们的 名字 被 弘扬 通过 他们 毁灭 一定 发生 一些人 一定 成为 这个 这个 的 工具 基督徒 他们 相信 伊甸园 曾经 存在过 但是 在 那个 时间 他们 自己 并不 存在 这些 伊斯兰教徒 或佛教徒 也不 存在 然而基督徒们 有更好的 理解力 巴洛特 人们说 神人 宗教 信仰 在 十万年 以前 存在 所以 他们是 孤独 是 愚蠢的 父亲 只来到 巴洛特 而且 使那些 最不明智的人 成为 最明智的 但是 那也只能是 当你 记着 他的时候 从明智 成为明智的 爸爸 如此 容易的 给你们 解释一切 记着我 你的心智 将会成为 金的容器 而且 你将能够 很好的 吸收 这些知识 只有通过 处在 这思念的 朝圣当中 你的罪恶 才能够 被割除 当你不听 莫尔里的时候 知识 就从你心智 里 消失了 因为父亲 是充满 仁慈的 他告诉你们 提升你自己的 方法 他会不断地 教你们 直到最后 他讲 今天是 敬犯的日子 只是去 敬犯 并很快地 返回 进入 一见园 而且有 神人的意象 那些 毫无用处 你们需要 非常 深刻的 精炼的心智 来理解 这些 父亲 通过 这个载体 说 记着我 只有 我是 陈花者 你的父亲 和您 一起 吃东西 和您 坐在一起 这些词句 适用于 这个时间 这 如何能够 在上面 发生呢 他讲 对最甜蜜的 挚爱的 失散 很久 现在又 找到的孩子们 母亲 父亲 巴巴达达 爱你们 去念你们 并且去 早安 灵性的父亲 对灵性的孩子们 说 Namaste 灵性的孩子 对灵性的父亲 说 早安 Namaste 修行的 修行的 要点 第一 父亲 进入了 这位 搭档 并且 给你们 梵歌的 知识 以便 使你 从人 变成 神人 也就是 从 罪恶的人 变成 毫无 罪恶的人 因此 不断的 带着这样的信念 而前进 跟随 Sinmat 并且成为 崇高的 和有美德的 第二 通过思念的朝圣 使你的心智 成为 金的容器 不断的 把这些知识 保留在 你心智里 为此 你一定 必须 要听 并且 学习 莫尔利 祝福 希望你 一直体验 父亲 祝福的手 就在 你的头上 而因此 成为 障碍的 消除者的 主人 希望你 一直体验 父亲 祝福的手 就在 你的头顶上 而因此 成为 障碍的 消除者的 小主人 本来是 被说成是 障碍的 消除者 只有那些 拥有 所有力量的 能够成为 障碍的 消除者 在正确的 时间 使用 所有的 力量 障碍 就不能够 留下来 无论 无论 我们的 地下来 就已经 点上了 神的手 以及 他的 陪伴 使你成为 一位障碍的 消除者 口号 只有那些 自己 吸收了 美德 然后 给其他人 捐赠 美德的 他们是 美德的化身 Om Shantie 感谢观看